燃烧的小火焰让火山顿时活了起来 兵品业者新推出的火山爆发 不只能品尝美食 就连视觉效果也有全新体验 这道像火山一样的气势甜点 利用经典口味冰淇淋支撑布朗尼山墙 堆叠出基本架构后挤上鲜奶油 淋上巧克力酱呈现出火山溶浆 再撒上糖粉火山灰 任何小细节都不能忽略 难怪甜点一上桌 让小朋友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铺朗尼很好吃 很发实 蛮好玩因为外面有点温温 然后里面是冰冰的 除了吸睛百分百的火山造型冰 如果想吃的养生 还可以试试台湾蟬头豆浆 调理机快速搅拌 把豆浆和当季芒果充分混合后 再加入小水冰块 一直到成为冰沙状态就大功告成 用在地原生黄豆制成的冰霜系列 口感介于奶昔跟冰沙之间 但也因为毫无添加物 让融化速度比较快 我是几乎没有喝到什么豆浆的感觉 对 我刚刚其实一度以为 其实我应该就是在喝芒果冰沙吧 除了冰品专卖店 还有超商业者不以双麒麟为主打 反而顺势推出雪花冰 草莓冰砖在刨冰机里鲜红草莓化作一片片粉红雪花 看起来垂涎欲滴 冰砖里的整颗草莓让品尝冰品的同时还吃得到草莓果肉 口感相当的绵密 而且草莓的味道蛮滋润 我的舌头 然后味蕾都是就很饱满 都是草莓的味道 夏日冰品占业者各出其招 除了讲求天然以及创新口味外 怎么利用视觉享受掳获消费者的心 也成了进阶吸金树 记者陈家侯谢维仪台北采访报导